嗨,大家好,欢迎回到我的频道,刚下班,然后我准备给大家做一个高压锅蒸鸡的一个料理指南 这个鸡就是一般的那种鸡蛋的腿,洗干净就可以了 就一般的生抽,还有一点这个日式烧烤酱,然后你就这样就适量的倒一点进去 生抽倒一点 然后调味料的话,我有这个,它是那种中和的盐那些什么,还有那些大蒜粉那种 我一般就看你情况嘛,我一般就放就没一点,一勺进来 放一勺进来 这是那个后院摘的葱,就三根这样也就OK了 我要减碎 注意小心点不要撞到头了 有机的葱,好不好 好 未成年人情的模仿 有一定有那个葱的话,也可以切点葱上去 抓一抓,抓一抓,让它入味,大概十七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抓一抓 抓 拿一拿,揉一揉 刚才腌了大概十,十几二十分钟 然后我一般是,我想把这个皮放下面,把皮放下面蒸,然后那个,就,也不会黏的,我就想把那个放下面蒸,然后那个,就翻一翻,然后翻一翻那个鸡,这样子 好了,准备上高压锅 好了,准备上高压锅 我刚才还洗了两根胡萝卜,就这样放在上面,就这样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好,那我一般,我喜欢调那个,就二十分钟,就二十分钟,然后高压,那温度是一百八十度,二十分钟就可以了,啊 盖一下镜头吧 盖一下镜头 好了,二十分钟已经结束,我刚才约一样,它继续就焖了大概五到十分钟吧,那我就把那个,取消掉了 哦 哇,好有种食肉 吃哦 哇哦 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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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味道 自己吹 好了 吹了 不烫 我一舔一下就烫 你看我 好了 睡一下 对定的说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吗 可以吗 打几分 100分 好 谢谢一娃 像它这个鸡你煮了之后就出来非常多的汁 你可以用来泡饭也可以用来就和那个面条里面 就你喜欢吃这个鸡吗一娃 喜欢哈 就那个霍这个面条非常好吃 这个肉非常非常的鲜嫩 就大概前后可能花了10分钟左右吧 就很快就弄出来了 然后那个 下次可以尝试就加点那个香菇什么的进去 就更加的提味 这个今天那个快蒸鸡视频就先做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分享另外的食谱 拜拜 拜拜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